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学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给泽连斯基写了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就是要求解雇乌克兰驻美大使 理由就是这位驻美大使安排泽连斯基访美的第一站 就是访问了这位宾夕法尼亚州的兵工厂 约翰逊说这个行为属于干预美国大选 是明显的战队行为 这个事情有点绕啊 咱们猜开来分析一下 首先,要求解雇乌克兰驻美大使 应该就是一个幌子 其实啊,就是指责泽连斯基不应该去宾州 因为宾州是摇摆州 两党大选时候竞争激烈的地方 泽连斯基一来 宾州的投票就要有利于民主党了 因为民主党支持乌克兰 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绕啊 约翰逊的逻辑基础啊,没有说出来 其实说出来也是众所周知啊 宾州的选民希望看到泽连斯基来 这就是关键 既然如此,你还要来 那不就是为哈里斯拉票吗 所以啊,约翰逊写了充满意见的信啊 特朗普也在讲话的时候啊 对乌克兰不客气了 也就有了特朗普说 乌克兰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 他所受到的损失要几百年才能恢复 所以泽连斯基啊 非要抵抗不要和平 就是害了乌克兰 所以啊,特朗普昨天明确表示 将不会和泽连斯基见面 但是没过几个小时啊 特朗普又改变了主意 宣布今天将在川普大厦和泽连斯基见面 此时此刻啊 这两人已经握上手了 据说啊 让特朗普改弦更张的原因 是泽连斯基给他写了一封言辞恳切 非常卑微的信啊 川普转头就公开了这封信 信里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唐纳德 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我记得我们最近的通话非常愉快 泽连斯基还特意提到 他对川普的尊重 希望能尽快的见面 你知道我总是非常的尊重你的一切 这次会面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这个信呢是真是假呀 不知道啊 咱们暂且认为这是真的吧 在大雄看来啊 泽连斯基这件事情有点过于低调了 首先我不认为他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兵工厂参观 是干预了美国大选 约翰逊的逻辑啊 有点漏洞啊 竟然宾州人们也喜欢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来宾州就等于支持民主党 那不正说明美国人民大多数是支持乌克兰的吗 如果美国人民大多数支持乌克兰 约翰逊和川普啊 为什么还要逆潮流而动呢 何况泽连斯基又不是只见民主党 还见了两党议员 还见了特朗普 难道哈里斯就要据此投诉泽连斯基 站队特朗普了吗 美国人的心思啊 真是搞不懂啊 其实如果我是泽连斯基啊 面对特朗普说乌克兰已经国将不国啊 对这种言论啊 即便是回应几句啊 也完全合乎道理 如果是我绝不会去见特朗普了 所以大雄啊 成不了乌克兰总统 而泽连斯基成了 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 的确在很多时候啊 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要忍的啊 泽连斯基为了见到川普 专门写了那样卑微的信 说实话 大雄心里并不舒坦 并且因此而更加的钦佩这个人 能屈能伸的方位大丈夫 很多人把泽连斯基 跟特朗普的目的啊 解读为脚踏两只船 不想站错队 这是完全的误解 特朗普对乌克兰的态度 之前有很多老铁 坚持挺川的老铁 都认为 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啊 会比拜登还要强力的支持乌克兰 现在特朗普很多的公开表态啊 应该让事态明朗化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老铁 还在认为他当选会对乌克兰有力 其实在西方 主张投降的也不只是特朗普 就在刚才啊 宣利总理奥尔班的顾问 在记者访谈中啊 说了一句话 轻视害俗啊 我们不会做责任司机两年半以前所做的事情 因为这是不负责任的 他表示乌克兰应该在2022年放弃抵抗 以减少伤亡人数 这个话信息量超级大呀 我们不会做啊 等于是在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薛安利是不会抵抗的 因为抵抗是不负责任的 这是在向普京远程喊话 求入侵的意思吗 其实完全不必如此麻烦啊 只要奥尔班领导 匈牙利人民勇敢的退出北约 俄罗斯人就有可能倾刻的而至啊 1956年10月23日 苏联军队就在匈牙利啊 这就是匈牙利的事件啊 直到今天啊 10月23日都被定为匈牙利的全国性节日啊 现在啊 刚过了没几年的舒坦日子 这个国家又要变了吗 还有一件事情 昨天纽约时报上的一篇 文章很有意思啊 这篇文章说 由美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 美国情报部门正在提醒关注 允许使用西方武器 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风险 文章称 情报部门得出结论 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导弹 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请求 可能会引发报复性的武力 而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进程 消息人士告诉该报啊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如果华盛顿同意使用美国 英国和法国提供的远程导弹 袭击俄罗斯领土 俄罗斯可能会对美国及其盟友 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之前多次在文章里提过 拜登政府面对俄罗斯的威胁 的确在有些时候是有点怂的 当然拜登对乌克兰的支持 强烈支持是不可否认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拜登对普京的软弱也是真的 这个情报部门的消息 其实也是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 俄罗斯坚决不让美国解禁武器射程 原因当然是如果美国解禁了武器 俄罗斯很可能打不过 而因为俄罗斯打不过 所以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俄罗斯有可能对北约发动核打击 这个逻辑有谁能懂 这么一个逻辑 拜登竟然采纳了 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真的很怂 所以今天的世界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今天的反青天的丘吉尔已经出现了 就是资雷斯基 但是今天的罗斯福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拜登显然做不了罗斯托夫 特朗普也不可能做罗斯福 那么哈里斯呢 我们还不知道 或者马克龙 或者英国附近斯塔莫 估计都够呛 罗斯福你在哪里呢 除了上面的事情 资雷斯基此次访美 可以说收获颇丰 一架飞机的见面里 3.75亿美元均源 和拜登会谈的大礼包 79亿美元均源 此外还有德国的4.47亿美元均源 还有马克龙 新承诺的装备 培训一个乌克兰旅 都是收获啊 当然 今天虽然说了拜登有点怂了 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办事啊 在办事方面呢 拜登是职业的 3.75亿美元的均源 全是弹药 是立刻交付的 估计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79亿美元中的55亿 是从美国军火库直接交付的 按照拜登的说法 在他离任之前要全部交付 这等于说啊 接下来的10月 11月12月 三个月的时间里 这55亿美元的军火 全部要交付乌克兰 还有24亿 这个就是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 适用于给乌克兰 在美国的军火公司买单的 这等于说订货生产 然后再交付 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这24亿美元的用途啊 为乌克兰提供了额外的防空系统 无人机系统和空对地弹药 加强乌克兰的国防工业 大雄看重的就是无人机系统和空对地弹药 这不只是在加强乌克兰的高科技打击能力 还是在帮助乌克兰建立更大的军事工业能力 这一把啊 已经把能给打的都给了泽连斯基了 昨天泽连斯基亲自证实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场边会议 并向其提交了乌克兰胜利计划 尽管华尔街日报称 拜登政府对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感到担忧 认为该计划没有全面的战略 仅仅是重新包装的关于提供更多武器 和解除对远程导弹限制的请求 泽连斯基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说 我们绝不能在这场战争之后 留下会剥下怨恨和仇恨的废墟 这个目标只能靠我们共同努力 共同实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盟军实施了马歇尔计划 巩固了和平并帮助其真正的持久 今天我们正在为类似的复苏架构奠定基础 这架构将有助于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和平 及普遍福祉 我感谢拜登总统和你们所有人 我的朋友们以及意大利总理 乔治亚、梅兰尼 感谢你们对组织今天会议的支持 以及你们在保护我们人民生命建筑的领导 一些简中网 罗伏尔总是嘲笑乌克兰 为了打仗已经把国家卖光了 未来将十分的悲惨 这显然并非事实 我相信乌韩胜利一定很快到来 不过本来苦难和牺牲就是捆绑奴隶们的枷锁 也是勇敢者来日的勋章